大家好,今天花了6块,买了一块小里脊 就用它来跟大家分享水煮肉片的详细做法和一些小技巧 首先将小里脊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切好后放入清水中 洗去肉中的血水,去除腥味 洗净后攥干水分 把里脊肉装入一个大碗中 里面加盐 味精 白胡椒粉 少许生抽 少许料酒 少许老抽 搅拌均匀 给里脊肉入个底味 下一步碗中打入一个鸡蛋腔 加入少许清水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用筷子用力搅动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把鸡蛋糊倒在里脊肉上 上手抓拌两到三分钟 这样的肉吃起来才会更嫩 抓好后倒入少许食用油 给肉锁住水分 还能使肉不容易脱姜 下一步锅中加入二斤条辣椒 这种辣椒辣度失踪 香味足 再加入一把花椒链 开小火翻炒 给香料烘干水分 炒出香味 烘干水分后 把香料倒在案板上 像视频中这样 将辣椒和花椒切碎 切碎后 拌好辣椒就煮好了 下一步锅中把水烧开 下入撕好的圆白菜 水发木耳 豆芽 锅中加入一勺盐 给蔬菜入个底味 给锅中的蔬菜烫熟就可以了 烫熟后装入一个大碗中 下一步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下入两小块牛油火锅底料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 锅中再加入一勺脾线豆瓣酱 下入葱姜 给火锅底料炒化炒香 炒香后烹入料酒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调味加适量盐 少许味精 一点点白糖 中和一下辣度 撒入白胡椒粉 少许酱油 把里面的香料煮上两分钟 煮至入味 用蜜料勺把里面的香料捞出来 下一步转小火 均匀的下入肉片 一开始先不要翻动它 定型30秒后 再慢慢的翻动 防止肉片破浆 底肉片煮至发白 煮至成熟就可以了 最后准备适量水淀粉 慢慢的撒入锅中 让汤汁变得有一些粘稠度 这样挂在煮料上 吃起来才会更有滋味 肉片煮好后 用漏勺装入碗中 自己在家做呀 肉量确实是实惠 将肉整理平整 把锅中的汤汁倒进来 上面撒上蒜末 葱花 刀口辣椒放上去 浇上八成油温的热油 激发出辣椒和花椒的香味 瞬间浓香适宜 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 这样一碗麻辣鲜香的水煮肉片 就做好了 天热没有胃口 不如在家做上一碗 下饭又解馋的水煮肉片吧 满分一百的话 你会给这道菜打几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关注网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